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影片 为我点赞 按赞 订阅 同时点一下小铃铛 有新的影片 为大家通知哦 是这样的 今天得到消息的影片 是来讲一个 在微博 微博上有一个 中微吧 不算大微 他就是个威 然后 他就是个威 然后 在那个 微博上发了一个视频 他在伊朗旅游 伊朗旅游 被伊朗歧视了 然后 他也是被 中国 强的 强的洗脑 洗脑教育很厉害 所以他一直觉得 中国很强大 然后 中国是那个 病毒控制 一直很厉害的 一个国家 然后中国跟病毒 已经很远很远了 他就是跟那个 强的洗脑 一样的 一样的论 一样的脑子 一样的 思维 给大家看一下哦 哎 我这真的把我 笑死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就开头那个 影片哦 等一下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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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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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有 有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 今天也看到剛剛視的一個影片片段了 他後來為了不讓伊朗歧視 他假裝成日本、韓國人 然後就可以說可以不被伊朗歧視 然後呢,後來還有一種方法是 就是不做伊朗的公共交通 不跟伊朗說話 然後就不會被伊朗歧視了 哎呀,真是笑死了 還有就是 伊朗不是中國的老朋友嗎 中國不是很強大嗎 中國不是在外面都是朋友嗎 你在牆內的覺得 多自認為中國很厲害很強大 都是朋友 其實呢,你到牆外去看看 看看別的國家 其實中國沒有一個朋友 全都是低的 為什麼 你不是很強大 為什麼伊朗 你被伊朗歧視了呢 對不對 你不是笑死嗎 這個大衛博主 這個大衛博主 不就是那個小粉紅嗎 對吧 是不是 我給大家看一下 10月25號 大家 遇到的唯一 都會懂 對不對 因為伊朗那個國家 它也 說它是中國 給大家看一下 是日本人 它說呢 自己是日本人 或者是那個韓國人 是日本人 這是他的微博 他是日本人 避免再跟伊朗人 太多的接觸 和聊天的機會 因為這樣呢 就可以盡量避免掉 因為他是中國人 因為他是中國人 被歧視的這個狀況 被歧視的狀況 這個怎麼說呢 總共認為呢 他為了避免 因為自己是中國人 遭了歧視 他在伊朗 現在是假裝是日本人 和這個韓國人 狗哥認為呢 這個呢很不體面 不應該 狗哥自己啊 是絕對不會去這麼幹的 去裝這個日本人 或者是這個韓國人 現在他的這個事呢 已經是鬧得有點大了 這個伊朗駐中國大使館 都關注了 大家呢都會認可 現在的中國呢 是很厲害的 很牛叉的 是這個戰狼之國 那伊朗 又是這個中國的好朋友 那現在伊朗出現了 這麼嚴重的歧視中國人的事 狗哥認為呢 如果說中國真的很厲害 如果說伊朗 他真的是中國人民的 這個老朋友 好朋友 那伊朗他就應該專門派至少一個警察 全程保護這個沈廉奇 在伊朗旅遊 保護他 你是你們覺得是不是可笑啊 中國很強大 為什麼是在伊朗被歧視的這個 微博的沈廉奇 不是很 就是個小粉紅嗎 他這個微博沈廉奇的這個小粉紅 他就是個小粉紅 是覺得中國很強大很牛叉 是吧 很強大 中國的那個病毒跟中國沒有關係啊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 為什麼 在伊朗會被歧視的中國 歧視中國了呢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呀 是吧 韓的不會歧視 不要 不讓他 中國 不讓在伊朗歧視中國人 假裝 假裝成 日本人 韓國人 是不是 很不體面呢 還是提到 中國和伊朗 兩國的外交 外交 外交官的那個 大使館 為什麼 他們就提到兩個國家成都了呢 是不是應該 就應該就是 如果是伊朗 是跟 中國人是老朋友 是不是應該 沈廉奇在伊朗旅遊 是不是應該派一個警察 全程保護他 在伊朗 伊朗旅遊呢 是不是啊 所以啊 他在強烈 在 官媒的宣傳呢 他就一直認為 中國很強大 正 中國的那個 戰狼式的外交 我覺得中國很強大 很厲害 然後 嗯 中國在 防疫病毒 是最成功的 他就是這個 小粉紅那種 這種 思維 這種 就是 那 相信 中國 官方 官媒的那種 宣傳 就是 沒有腦子 還有一個 我要 給大家 得到消息 這就是 美國呢 美國就是 嗯 在那個 英 美國的一個新聞報導 就是 嗯 美國 統統在那個 新聞發布會上面 嗯 對廣東媒體說 已經 已經說了 嗯 那個記者 我問了兩遍 嗯 那個記者說 嗯 美國會 會不會 嗯 中國 對 台灣呢 進攻 攻打 攻打台灣 美國 軍隊 會不會進入 嗯 美國特朗普 川普 說 Yes 嗯 然後 那個 記者 記者的話 就是很驚訝 又問了一句 嗯 嗯 中國 攻打 台灣 會不會 美國 會不會 美國 美國軍隊 會不會 嗯 進入 台灣 防禦 然後 美國總統 又說 Yes Yes 確認 已經充電80的電輪了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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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軍隊 因為 中國 攻打 台灣的話 美國軍隊 會進入 進入 台灣 防禦 美國 這態度 就是 不允許 中國大陸 中共 攻打台灣 回遲現狀 美國 美國 要求就是 維持 台灣 跟中國 大陸的 兩岸 現狀 如果要 中國 中共 中共 要攻打台灣 控制台灣 的話 美國軍隊 就會 進入 台灣 海峽 軍隊 關於 如果 美國 軍隊 進入的話 中共 絕對擋不過 武器 跟 美國 是跟不上的 表面上 是很厲害 但是 它的武器 進不上 都跟不上了 因為美國一直在研發 也沒有給中國大陸 買的新武器 然後 中國大陸 很多武器啊 飛機啊 什麼的 地鐵啊 都是 逆行研發的 然後 現在 它也不給 那個技術嘛 中國大陸的 中共 中共的技術 都是從美國 歐洲 盜竊過來的 偷來的 說白了就是偷來的 因為 脫的 脫的 換嘛 嗯 那個研發 也要好幾年嘛 它等不起 感覺太慢了 脫換 是吧 不要臉嘛 然後都脫過來 現在已經確認 美國會 嗯 美國會關於的 美國會 出兵的 嗯 台灣就不用擔心了 但是呢 特朗普說 又 又說 現在不會 因為 為什麼現在不會 只要中共 不打台灣 它就會 維持現場 就不會 如果 中國 會 攻打台灣 美國軍隊 美國就會 叛兵 支援 支援台灣 絕對不會 讓 中共 中共 得逞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秀門 所以我 一大道 起來 就是 嗯 就拍影片 嗯 發影片 就是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謝謝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 為我按讚訂閱 嗯 同時點按下小鈴鐺 同時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那 所有人能看到 謝謝大家 拜拜 嗯 還有就是 嗯 為我再找一下 嗯 就是下面的支付 吧 再上 還有就是 就是 能幫我轉化 把訂閱量 超 超到 1000以上 謝謝大家 啊 嗯 拜拜